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Next 今天是第四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能够开通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哦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秒速建立网页 对 今天咱们就准备用秒速 用几秒钟 是吧 咱们建立几个网页试一试 好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看 今天的知识点有三个D 在咱们Nux.js工程中 咱们快速建立网页 对吧 然后咱们还要简单的定制一下网页的布局 以及咱们体验一下Nux给咱们带来的路由的自动配置 都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 在开始之前 我先给您看一下我现在的环境 我现在开的是一个VSCode 对不对 这个是我的课件的VSCode 对吧 我按照这个课件的给您讲解 对吧 然后大家请看 我还开了一个本地的 我已经建好的MyWeb的工程 在这个里面 我会把咱们的一些课件内容 拷贝到这个地方 或者咱们建网页 加代码 都在这个地方完成 然后大家请看 因为它是一个Nux工程 我后台已经把它运行起来这个服务 那么咱们在这个地方 编完的网页能够马上的生效 能够马上的通过浏览器看到 那我们这个浏览器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能够看到咱们实际的效果 对吧 等于说我这个套课件要录制的话 要给您准备四个创题 或者说四个画面 对吧 可能我会要来回的切换 跟您简单说一下 好 那咱们开始啊 首先大家请看 默认的话有一个网页 对吧 就是现在它默认的网页 我说我刷信啊 默认的话就这么一个网页 对吧 OK 咱们如果再加一个网页怎么做 很简单 大家请看 在page下面 比如咱们再加一个about 说加就加 马上开始 咱们再加个about.voe 怎么加 大家请看 在这个page打开 然后新规新建一个文件就叫做about.voe 然后没停 在这里面拷贝上 这个是标准的voe的组件的写法 拷贝过来 好 然后一存盘 大家请看 我现在就建好了一个文件 建好了一个页面 不信 咱们看啊 咱们到我的浏览器 然后咱们敲斜线about 一回撤 大家请看 页面建出来了吧 大家请看 就是这么快 所以我说秒速建一个页面 是不是秒速 它真就是秒速 这回承认了啊 好 咱们再来一个啊 是这样啊 咱们呢 我现在要给你演示 是一个它路由自动生成的概念 为什么 如果咱们在voe CLI中 如果咱们想建一个页面 想建一个组件 然后再想 还要再给它加上一个手动 加一个路由访问方式 非常麻烦 但是大家请看 我在page下刚刚仅仅是建了about的组件 它自动就能够找到这个路由 非常简单 对吧 路由不用咱们管 不用咱们去关心 那里面会自动给咱们配置好 所以NAS真的是非常好用 好 那咱再试试 如果说咱们路由不是跟路由 咱们可能要有一个层次关系 路径关系怎么做 咱们试试 比如说我建一个article目录 文章 对吧 article咱们一般都翻成文章嘛 我在pages下面咱们建一个目录 可以吧 就是article 在article下面咱们再建一个indexVue 对吧 这样的话咱们相当于说咱们的网站 有一个紫目录的概念 或者说一个紫路径的概念 没问题吧 然后在咱们下面再拷贝上 这个代码叫做我的文章 这可以吧 拷到index下去 一存盘 好 这么来说的话 咱们在article下就能够建多个页面 目前我仅仅建了index 这下还可以再建其他页面 都没有问题 接着该怎么访问 很简单了 咱们直接敲路径 然后就能看到了 这地方敲什么 敲article 因为咱们是index index它是默认显示的组件 所以说我后面并没有敲index 它也能够显示 对吧 OK 敲了报404 它也能够显示 为什么 它是这个路径下的默认组件 当然了咱们在这路径下 还可以建其他的组件 建其他的内容都没有问题 我给您建一个 比如说大家请看 在article下面建了一个list 对吧 咱们再建另外一个页面 但是建在article下 咱们试一试 叫做list 看能不能建成功 在这下面 拷贝 OK 出来了吧 然后拷上咱们的代码 简单一点 拷贝过来 这样的话 它会在咱们整个网站 先在article目录下 再在article目录下面 再找到list 然后显示出来这个组件的内容 就是这么方便 咱们试一试 好 咱们现在正好在article下 咱们往下敲 斜线list 一挥车 大家请看 list组件是不是出来了 我爱next 是吧 我爱vue 对吧 OK 非常的方便 也就是说 咱们用这套框架 然后又利用vue的语法 能够快速的开发出来咱们的网站 真的是太棒了 而且 我再多说一句 因为我选的是服务器端的渲染方式 所以大家请看 咱们在这地方 是可以看到咱们这个页面的原代码html的输出的 大家请看 这样做的话 是不是更加的对搜索眼睛友好呢 对吧 OK 是它一个优点 好 那咱们接着再往下走 咱们现在已经有了几个页面了 一个list 一个index 还有一个跟的 跟网页对吧 那么咱们如何建一个 在页面上建一个头 建一个header 把它们串起来呢 好 咱们试一试 大家请看 定制网页布局 上期我给你简单说一下 咱们只要改layout下面这个default 这么一个组件 就能够实现咱们网页布局的定制 好不好 咱们马上试一下 好 那咱们试一试 把这个tempo下面这个都烤过去 目前它default下 咱们看一下 default下面 它只有这么一个div 里面欠一个nax 这nax呢 是把内部组件进行编译整理后 形成html 然后输出的这么一个功能 好 咱们试试 在这个地方咱们拷贝上 这个内容好不好 存盘 然后下面呢 是它标准的这个样式单 我想把它删掉 咱们不要它 我不喜欢它内部给它生成样式 好 存盘 大家请看 咱们在这个default网页布局当中 以前是只有这么一个nax 那么我在这nax上面又加了这么一个hider 对吧 这样的话 挺好 这样的话 那么在咱们每个页面的头部 都会增加这么一个hider的内容 这样呢 就把咱们所有页面串起来了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 好 咱们回车 还回什么车 直接刷新出来了吧 我的网站 对吧 然后呢 这是title部分 当咱们点击的时候 大家请看 咱们就可以 相当于咱们做了一个网页的头 在网页头上呢 有很多这个menu链接 当咱们点击menu像的时候 大家请看 会在各个页面之间进行切换 大家就看路由 是不是也发生变化了 没问题吧 OK 完全的没有问题 非常的好啊 哎 这就是呢 咱们呢 既定义了页面 又定义了一个网页的布局 同时在布局上呢 咱们还加上了咱们的一些个 这个导航的信息 对吧 非常的快 OK 今天课程就讲完了 您绝不觉得 咱们真的是在做秒速的建立网页呢 说秒速其实有点悬了 当然你还要做网页的这个美工啊 美化啊 CSS配置啊 颜色搭配啊 那是另外的话题 但是呢 咱们快速就能够建立起一个网页的wireframe 一个框架 对吧 这样的话 咱们马上就能够再进行下面的列务逻辑的开发 对不对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咱们的快速秒速的建立一个网页 同时呢 定制了它的布局 希望对您的学习呢 有所帮助 今天代码呢 我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参照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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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